早上8点南风村30多名 以公代证的居民等待任务分配 产聚搬上车 村民组成清扫大队即刻出动 这间货柜屋卡努台风受灾 至今还没清理 从外地搬来山上耕种的潘先生 住在这里 虽然租金便宜 却处在危险的土石流区域 像大雨的话 好雨的话就是要赶快离开 土石流有到黄色警戒 或红色警戒的话 居民撤退到庇护所这边 还是要做紧急避难的动作 这间曾被土石流掩埋的加油站 六天前重见天日 但复原工作百废待举 大概可能还需要两到三个礼拜 看到这个土石又在下来 那当然就是紧急疏散嘛 就先不要留在现场 人员比较重要啦 不论是加油站上方 还是住户附近堆积如山的土石 都可能随着好雨再度奔流而下 紧销呼吁山区居民注意气象动态 做好撤离准备 大爱新闻张泽人杨俊廷南投报导